那是近年来最纯正的克苏鲁电影 也是一部能让你患上深海恐惧症的电影 其高达5.6亿的投资成本 更是将对未知恐惧的绝望展现的淋漓尽致 那是在地球的最深处 距离地面一万多米的马里亚纳海沟 人类建造了一座名为开普勒的石油开采基地 而小K作为其中的机械工程师 已经持续在这暗无天日且冰冷压抑的环境中工作了数月之久 只是很快 一场毫无征兆的毁灭性灾难打破了这一切 先是一滴海水滴落在了他手上 在他还没缓过神的时候 隔舱壁就在压力外泄之下瞬间爆裂 惊慌失措的他逃向隔离舱的同事 还试图叫醒房间内沉睡的同事 可灾难并没有给他们缓冲的时间 当他好不容易冲进了隔离舱 也就只有老黑一人跟了上来 两人第一时间准备关门 却发现通道尽头正有两名同事朝着他们狂奔 然而老黑却意识到来不及了 如果还不关上舱门的话 那整个游击都会完蛋 无可奈何之下 小K也只能煎熬地按下了按钮 可下一秒 压力巨变之下产生的冲击波 瞬间又将两人掀翻 好在当一切回归平静后他们也并无大碍 在短暂地休整过后 小K第一时间就尝试呼救 可谁料通讯系统也全面瘫痪 眼下只有尽快胆到逃生舱他们才有一线生机 而就当两人艰难地在废墟中穿行时 小K又突然听到了身后传来的若有若无的求救声 他赶紧来到声援处掀开石块 净惊喜地发现好友保罗也还活着 在将他救出来后 三人继续艰难地朝着逃生舱爬去 一路上随处可见的同事尸体也让他们再度沉默了下来 而更让他们绝望的是好不容易赶到了目的地 众人却发现逃生舱已经全部用完 唯有他们的队长孤身一人地坐在舱内 他将活下去的希望留给了其余幸存下来的队友 队长简单地帮小K处理完伤口后 众人又第一时间朝着基地的控制室赶去 在这里 他们又见到了留守其中的两名队友 可他们也不清楚灾难究竟从何而来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再过不到半小时 整个基地就会因为核心融毁而彻底爆炸 众人彻底绝望的同时 队长却在这时提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那就是徒步前往距离基地1.6公里远的罗巴克工作站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否定了这个办法 因为这代表他们需要穿上潜水服 在通过载货电梯降至11000米深的海窗 接着步行至中转站补充氧气 最后在一片漆黑的海底徒步1.6公里后才能抵达 然而就在众人僵持不下时 再次袭来的剧烈震动让他们没得选了 毕竟九死一生也比坐着等死要好 众人立马行动 第一时间就穿上了特制的核动力潜水服 在站上电梯升降台后 忐忑不安的众人又缓缓地降入海底 可刚下降不久 变故就发生了 老黑的氧气面罩突然就发出了一声脆响 接着另一捧更是迅速扩大 在舱门打开的一瞬间 老黑炸了 当着所有人的面被剧烈的压力炸成了肉泥 这恐怖的一幕也让小K差点窒息 可他也没时间悲伤 缓过神后就继续随着众人朝海床赶去 然而意外再次来临了 系统这时突然收到了一个求救信号 队长意识到或许是幸存的队友 他赶紧让两名队员前去救援 可等两人朝着信号来源点赶去时 却先见到了一团粘液状的不明物体 他们并没有在意 而是继续朝着内部深入 但找到的也只是一具残破的尸体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返回时 又突然发现尸体上好似有什么东西正在蠕动一般 保罗在好奇之下还尝试靠近 可下一秒 有惊无险的两人将这未知生物的尸体带了回来 研究员小梅也发现这竟是他们从未见过的物种 但没给他继续研究的机会 货梯的电路在一瞬间就突然断开 紧接着他们就听到了一声诡异的嚎叫 众人疑惑之际 电梯上方也传来了众物的撞击声 他们试探着看向窗外 惊惊恐地发现上方又出现了一只更大的未知生物 可这还没完 下一秒 正上方的开采基地也发生了爆炸 在剧烈的冲击之下 货梯静止地朝着海底坠落 众人赶紧戴上氧气面罩 赶在货梯砸向海床的前一秒才幸运地逃了出来 然而慌忙逃向中转站的众人并没有注意 一道悄无声息的黑影也来到了他们身后 而在成功进入中转站后 众人第一时间就坐上载具朝着补给舱进发 可行驶到半路 他们又发现前方的铁轨已经彻底被积水淹没 没办法 众人只能选择徒步前进了 但更让他们崩溃的是前方的通道又发生了坦坦 小K健壮赶紧穿上潜水服 想要利用自己身材娇小的优势先去探探路 让他惊喜的是底下刚好有一条缝隙能够让众人穿行 随着一个个队友成功通过 可轮到最后的保罗时 意外再次发生了 其余众人一边尝试帮他解开绳子 一边赶紧给他戴上了氧气面罩 可下一秒 这恐怖的距离就活生生地将他的大腿扯断 面罩内也瞬间被鲜血染红 在其余人惊恐绝望的尖叫声中 保罗也就此没了动静 吓傻的众人迅速逃离了此地 在更换好氧气后 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最后的海底徒步 可这却也让他们彻底暴露在了危险之中 恐怖的未知生物再次盯上了众人 众人被吓得愣在原地丝毫不敢动他 但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其中一名男队员就消失在了原地 小K和队长赶紧上前营救 在看到队友被拖进一个洞穴后 队长二话没说就直接钻了进去 庆幸的是队友似乎并无大碍 可队长刚将他送出来 他自己却又遭到了怪物的袭击 在他被拖走的同时 小K也在安全绳的牵引下一同被拽了进去 怪物拖着两人迅速往上游 直到两人撞上上方的灯塔才将其摆脱 但显然怪物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他在小K惊恐绝望的眼神中 一步步地朝着他逼近 最后更是对他张开了血盆大口 千军一发之际 队长爬了上来 轮起拳头对着怪物就是框框两下 怪物也在吃痛之下拉着两人飞速上升 骤变的压力让两人的潜水浮发出了波载警告 如果继续上升 那他们很快就会被压力击爆 于是为了让小K活下去 队长毅然决然地解除了身上的安全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小K再度惊醒时 他就发现自己重新掉落到了海底 他拼命呼叫着其余队友的骨子 可对讲机内却是一片死寂 濒临崩溃的他也只能尝试着继续探索 却没想到在误打误撞之下 找到了一处废弃的工作站 他踉跄着爬了进去 在短暂的休整过后就再也绷不住了 可是到如今连崩溃都成了一种奢侈 于是在一次呼叫队友无果后 收拾好心情的他拿上信号枪 换上新的潜水服就再度踏入了深海之中 他继续朝着最后的目的地罗巴克进发 然而走了没多久 他就看到了正前方微弱的亮光 兴奋的他迅速跑上前 发现果然是走散的研究员小美 和受伤的另一名男队员 在安抚好濒临崩溃的小美后 两人拖着伤员继续朝着目的地赶去 而接下来的路途也在无变 可好不容易来到罗巴克工作站的门口 两人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得直接愣在了原地 只见通道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未知生物 但他们却好似在休眠一般 两人没有选择 为了进入工作站 他们也只能小心翼翼地穿行其中 可悲剧的是刚走到一半 小美的潜水服就因氧气不足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 声音直接惊醒了其中一只怪物 他一把就抓住了靠后的小K并对着他拼命撕咬 最后更是试图将他连同潜水服一同吞下 危机时刻 小K果断地扣下了信号枪的扳机打穿了怪物的身体 可当他奋力钻出来时 却见到了让他彻底绝望的一幕 枪声已然将所有的怪物彻底唤醒 但诡异的是他们并没有继续对小K发起攻击 而是在一声巨大的嚎叫声中消失在了原地 小K朝着声援处看去 不远处赫然浮现出了一个巨大黑影 他朝着黑影打出了最后一发信号弹 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的山直彻底清零 一个大道仿佛无边无际的争鸣巨兽露出了他的冰山一角 他转动身体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就将小K瞬间掀翻 好在小美及时出现 顶着巨大的风暴将他拖进了工作站 在飞快地拖下潜水服后 他们又马不停蹄地朝着逃生舱赶去 可巨兽也在此时对着工作站推动起了他庞大的手臂 三人艰难地在岌岌可危的通道内穿行 等到好不容易赶到了逃生舱 小K却发现仅剩的三个舱室中只有两个能够正常使用 在短暂的沉默后 他就毅然决然地决定将生的希望留给其余两人 小美在这时也意识到了什么 可没给他反驳的机会 小K就强硬地将他塞了进去 并毅然决然地按下了发射键 做完这一切的他坐在地上等待着死亡的将领 然而也就在此时 他却无意中看到窗外的巨兽再次调转的方向 寄生在其身上的无数怪物又飞速地朝着上方的逃生舱追去 见到这一幕 小K做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决定 在巨兽即将朝着上方奔袭的前一刻 他毅然决然地启动了工作站的核心融会